各位好朋友还有我的学生们 大家好 欢迎来到洛芬美的历史课 我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很有趣的主题 叫做当历史遇见梦 历史是我的专业 可是梦不是我的专业 所以我就邀了我妹妹 就说我们来一起 然后我妹妹也在她的YouTube 和洛芬美也在她的YouTube里面 把梦这个部分 她也谈了一段 我们来欢迎洛芬美 就是我这边 所以我用当历史遇见梦 然后就用我来跟她对话 如果她有时间过来 帮我们亲口讲 不然我们之后去看她的YouTube 所以梦在我们这个生活上 它好像是一个存在的 但是呢你又摸不到 但是当你醒来的时候 如果你一个好梦 你其实觉得很愉快 或是有时候有人会做噩梦 我记得我妈妈甚至到年纪比较大的时候 我都还记得听到她在梦中说 噢我不要吓不要吓 不要吓 然后问她怎么回事 她说梦见她在考试 然后呢不会写OK 所以呢这个梦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呢? 那我想今天我们今天就从心理学的观念 来跟各位聊聊 好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佛洛伊德 这个佛洛伊德呢有一件很特殊的事情是 她从很小的时候呢 她就养成一个记录自己做过梦的习惯 这样说她说其实我们人有潜意识跟潜意识 而且如果你看一下这个就像一个冰山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冰山你知道冰山在海里面对不对? 意识都是冰山的一角 所以其实很多东西是在潜意识里面对不对? 所以她就提到说 就是说其实我们人从小呢很多事情 如果说我们觉得我们想法 可能不是被人家所接受的 或是你害怕一些事情你不想去想 或是就是种种一些人生的一些体会 有很多事会被我们压到潜意识 那就要去了解你的梦 你就要去了解你的梦 好所以很多时候呢 我们人很多时候有很多的困扰 你实在是不晓得怎么回事 所以心理分析学者呢 他就要从这个梦里面去了解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这一个人叫做荣 他常说是有所思也有所梦 也许是这样吧 反正他就梦到说自己进入一栋很大的房子 然后每一层楼呢 都列了很多不同时代的家具啊、饰品啊 然后呢 他说到地下室还看到一个窟窿这样子 所以他其实就写 就跟佛洛伊德谈他这个梦 谈这个梦喔 那其实在谈的过程没有很愉快 因为佛洛伊德不太能够接受他的论点 说的观念不太一样 但是有一个一样是说 他们都相信那是一种潜意识啦 其实佛洛伊德的潜意识比较强调是个人潜意识 那荣格把他称为是集体潜意识 就是说他觉得说每个文化呢 都有自己的潜意识 每个文化就像我们台湾的文化 或跟美国的文化跟意大人的文化 可能他们国家民族出来的那一种族的人的潜意识 集体潜意识是不一样 所以我举这个例子说 荣格自己也是蛮爱做梦的 然后他甚至有些理论是从他的梦里面去找人 他就说不是 不是像佛洛伊德说梦是通往前一世之道 他说梦其实我们人 人自己对自己的心理对自己的人生所画的图像 那他说梦境梦境简单的说就是psych 那他的psych是他那个荣格就是用这个词来形容什么 人的心理 所以就说人的心理为自己所画的图像 所以如果你有梦的话不要太紧张 那是你自己对自己的期望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他说他相信这几点 第一个做梦表示心理上正在进行自我疗伤 就是说你可能心理受到伤害了 那你没有特别在你醒的时候处理 那你在做梦的时候你在睡觉的时候 你自己心里面在进行自我疗伤 所以你心里做梦的时候就有点好像你在预言啊 我们常说心理分析可以透过预言的方式 可以透过你跟谁讲啊 那那个时候好像对弗洛格说那是一种心理疗伤 好 第二个呢 其实你透过梦呢 可以来填补潜意识跟意识态度间的鸿沟 你知道我们提到意识跟潜意识 就是说一个是你知道的一个是你不知道的 那这两个常常会有勾嘛 有勾嘛 因为意识不接受这个东西 所以你把它放到潜意识 所以你就这一点跟佛律的还是有点像 那这两个怎么对谈啊 这两个怎么对谈 这有勾了怎么对谈啊 透过梦啦 透过梦啊在梦里面角色预言一下 所以有时候你会在梦里说 你很怕跟老师讲话 就你在梦里面居然在跟老师讲话呢 你是不是在练习啊 或是说你很七个人 就你在梦里面居然是打他一拳 你在练习吗 在发泄吗 是在填补这个两个之间的鸿沟 第三个就是说梦提供线索作为未来发展的指标 梦所以这里你看荣格榜 梦又跟未来连上线了 所以你在梦里面 譬如说你在梦里面你发现你大学毕业 比如在今天大学毕业 然后你都还在担心你会不会大学毕业 梦里面居然在毕业给你 或说梦里面你在跟某某人结婚 对不对 好 那个是不是你未来想做的事情 所以你的梦提供线索给你作为未来发展的指标 然后他说梦很重要注意一下 梦不会说谎也不会欺骗 梦不会说谎也不会欺骗 尽管你自己不知道也不了解 但梦却努力的以象征的语言传达真正的意识 而不是潜意识的含义喔 对不对弗洛德说梦是一种潜意识的东西吗 那荣格说没有梦说的都是真的喔 虽然我们不知道也不了解 但是我们的梦很努力的很努力用象征性的语言 有时候你可能不太懂为什么我会梦见这样子 为什么它会是一个大海 为什么它是一个高山 为什么我梦见我们在爬座山 为什么我们这个女孩子 我前面一直说她一直梦见她在游泳 是不是 是这个女孩子很想去认识父亲 很想接近父亲又不敢吗 她说梦不说谎也不欺骗 她很努力的用象征的语言来表达真正的意识 而不是潜意识的含义喔 阿德勒他有这个个别心理学法 他是比较强调人本的 虽然他被放在心理分析的圈子里面 但是他比较强调人本的 他强调人是要重视我们的整体 然后人有选择的自由嘛 那是阿德勒的想法OK 那他认为说梦呢 他认为梦是人格里面的现在 跟你追求未来的一面 所以你会发现说佛洛伊德认为梦是跟过去有关的 因为是过去放进去了嘛 那荣格虽然也相信是过去放进去 但是他觉得这个会影响你的 他也是未来的指标 然后呢阿德勒又离现在未来又更连 他说梦是人格里面的现在跟未来的一面 而且梦是反映你的生活形态喔 生活形态因为叫lifestyle 它是反映你的生活形态 所以因为他认为梦跟人格特质是一致的 也没有所谓的什么潜意识跟意识之分 那梦里的人生呢你仔细看 梦里的人生跟醒着人生是一体的两面 所以你白天是在活着你 你意识的在活着 晚上的时候你是潜意识在活着 但是没有什么分啦 晚上你继续去做白天在做的事情 所以你常常会说 好像比如你早上一直在想什么事情 那晚上好像你梦里面又出现了 早上想不出的答案好像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出现了 他说不管是醒着或睡着你 他们都是连在一起的 而且都是在你为了人生的目标架构难途 为你的操练人生而努力 所以不要小看睡觉时间喔 睡觉时间还是很忙的喔 因为如果你是一个事情没处理好 就去睡觉你就发现你一直在做梦 那梦在这个时候呢 梦在这时候扮演是一个桥梁 他就是把你在现实人生中怎么样 没办法实现的想法 在梦中毫无阻担能获得的实现 让人们的情绪 让人们的情绪在梦里能获得记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在梦你在睡觉的时候你的意识就睡觉去了 那潛意识就很自由 在那很努力的架构可能可以做一些什么事喔 所以就是说梦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桥梁角色 他把你白天譬如说你白天一直很想追求一个女孩子 不敢去跟她讲话 你的梦里面你就跟她讲话了 对不对 让你觉得很愉快 而且还获得机力 因为这个梦里面人生 比较不会受到社会规范的拘束 在梦你在睡觉的时候不会有你的 你的意识就一直跟你说 或是你的自我一直跟你说 那个或者你知道我说不可以啊 你别妄想啊不可能啊 不会有这些规范 所以能够充分的把你自己想要的东西展现出来 所以为什么你的梦里面 你就发现你可能比较喜欢梦里面的你 因为比较可爱又勇敢什么都敢做 那活起来的时候自己就可以卡卡卡什么都不敢做 但是梦里面就很自在嘛 所以起来说像佛罗德把自己的梦记起来 如果还不敢的时候赶快看一下刚才梦里面自己做了什么事 也许你就可以按照你的梦里面去做 不过注意一下因为在梦里面是不受社会规范的拘束 所以你自己可能还是要调整一下 或者就按照梦里面那一套去做 也许整对在实际生活上也许没有办法完全的应用进去 但至少给你一个指标就是说你应该可以这样做 好 那他给我们几个例子我觉得蛮有意思 也许你可以参考看是这样 他说如果你记不起梦记不起梦就是说 哎你醒来就说没有啊我没有做什么梦啊 也许你有做但是你记不起来 或是你根本就没有梦没有关系 那是表示你生活很平顺 没什么好烦恼也没什么好想的脑筋就一片空白 你记得他说白天跟晚上是一体两面吗 所以你白天也没在想什么 你晚上当然就不想什么啦 因为就没什么好想啊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说你如果记不起梦就是表示你生活平顺 那就好啊恭喜你啊 不要常常跟人家说 为什么你常做梦我都没有梦 我怎么那么无聊 哎就你的生活太顺利了啦 太幸福了没什么好烦恼的可能是这样吧 还有呢他说如果你梦里面感到很焦虑很害怕 那是什么意思呢 可能是你的生活形态受到了威胁 可能譬如说你我们现在有那个新冠状的肺炎嘛 那大家就很害怕 所以就是说晚上睡觉就可能做一些怪怪的梦 所以如果你的梦里面有这样 那表示说你的生活 你原来的生活形态可能受到了威胁 可能你正在改变中比如说你要面临大考啊要考试啊 那你可能就常常会做那种焦虑的梦 会在梦中会惊醒这样子 那如果呢你在梦中里面一直想飞 企图要飞的时候呢 那表示说你目前正在追求个自我超越的目标 而且你还蛮有信心的 如果你的梦里面是在飞翔 那表示说你会目前 你的目前正在追求个自我最密 你很想尝试一件你原来没有做过的事情 那你觉得你还蛮有信心的 这个叫做 所以你梦中里面会梦见自己好像企图要飞翔 那还有呢如果你在梦中无法动弹 你在梦中无法动弹 那可能就是说你的实际生活中遇到了一些问题 所以你觉得好像受到阻碍的 那这个就是阿德说的 这只是其中的几个例子嘛 所以呢这样听起来梦其实有很多种说法 所以其实我们也没办法说 用一个字就来解释 所以我提出三个 这个三个学者的看法 那你觉得哪个比较有道理呢 所以梦是存在的 梦是在你人生里面 所以如果有好梦你就好好享受 如果你做了噩梦也不要太害怕 也许他正在跟你说些什么事情 所以希望这样的分析 这样的分享就有点帮助 不过有时候人真的 有时候会做一些很特别的梦 特别是譬如说如果我们死去的亲人 那我们很难过很伤心 那我们就希望说 你可不可以到我的梦里面来梦一下 就像之前不是那个刘真过世吗 很多人就去梦醒你 说刘真有没有来跟你说话 那如果说有 那就是他还是爱我 如果没有 他就觉得他不爱你 你相信这个吗? 不过有时候真的 我们有时候面对亲人的上往 我们真的很难释怀 很难过 那如果他可以在梦里面跟你聊聊天 讲讲话 甚至来跟你报平安 我记得之前 我先生的大姐她过世 那我婆婆就很难释怀 因为这个白法人送黑法人 有一天她就跟我说 她就说我梦见她来跟我说再见 我梦见她来跟我说再见 然后她就说她看到她 她要度过那个河 然后就要进天堂 然后就来跟她说再见 那这个老妈妈的心思里面 就被安慰 所以我觉得梦有时候 真的也是帮你一个平衡吧 因为譬如说 我哥哥就跟我 他有一次就开刀 那开刀完 因为他那个开刀还好 就是没有什么外伤 因为他是从这个鼻腔开 然后他就醒来就跟我说 他做一个很可怕的梦 所以梦见他的身体 就是离开了 灵魂离开了身体 然后就往上飘 然后他就看到了很多 他以前在圣经里面看过的这些 譬如说人死后有审判等等 他就跟我说 人死后真的有审判 因为我有看到 然后他就说 他飞到快到天堂的时候 他去敲门 然后上帝就不给他开 上帝说你还没有完成 然后就不给他开 然后他就整个人就往下摔 然后摔下来的时候 地面上都是荆棘 然后他整个啪 他就看到他身体整个被破损了 他就进行 然后他就开始想说 我这辈子大概做错什么事情 那我那时候就跟他说 哇!你可以把梦讲那么清楚 真是厉害 不过后来我发现 他的人生有一些 就是 因为那时候他已经退休 他有一些改变 那我上课在分享这个主题的时候 又有一个学生 因为那个孩子有一点 就是身上有一点点病 妈妈会陪来上课 那妈妈就跟我分享说 其实人在打了麻醉之后 他说他也曾经说 有一次手受伤 然后要治疗的时候就打了麻醉 他就梦见他看到地狱 他梦见他去地狱 然后他说 可是地狱灯好亮喔 地狱不是黑的吗?怎么好亮 那可能是那个手术房太亮了 后来他就进行 好 那我刚刚说的这个梦 因为我接下来 喂 哈啰 哈啰 有看到我 有看到你了 来 我现在call in 我现在call in 方美 然后呢 我们正在谈你的梦境 这样子 那 那你在你的YouTube上面 有跟我们介绍三位心理学者 对不对 对 那 你建议我们看你影片的时候 要注意什么 我想看影片的时候 你要知道一下 就是说 第一个就是说 他们是犹太人 然后他们是来自不同文化的人 那当然他们对 其实我想人是一样 不管是什么 种族 文化 但是就是说 我因为 日有所思 也有所梦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 你所接触到的事物 会影响到 你对你的潜意识的解释 所以就是说 看的时候 不要把自己 就一头栽进去 去对好做 那个是提供一些 所以我才介绍三个人 所以从他们的观点里面去看 梦是怎么回事 所以就是 因为心理学家不是算命 所以就是说 要用比较客观的方式 去了解 主观的梦 是这一集 那你比较喜欢谁 其实我比较喜欢 那个 那个 我其实觉得 那个 荣格跟阿德二等 其实都还不错 因为荣格提到说 梦梦里面可以帮你 带到那个未来 你未来想做什么事情 你在梦里面 会帮你架构 比如说 我最近一直在烦恼说 我那个网路课 怎么做 期末考的研究 就昨天晚上就梦见说 我刚好有栗子 就想说 如果学生知道 美国学生怎么知道玻璃子 那也许可以 可以用那个 玻璃子来做 期末考 然后醒来的时候就觉得 好奇怪的梦 但是就是可以显示说 我其实是在 还蛮烦恼 那个 我那个期末考 怎么给他们做 那这个就是 那个 荣格有比较说 对未来嘛 然后 也跟那个 阿德二说的很像 就是说 日有所思 夜有所福 所以我觉得 就是说 佛洛伊德的我 比较没办法 很完全的 接收 但是 毕竟他是 一个第一个 在心理学界 他第一个提出梦 所以我觉得 他已经把潜意识的东西 跟梦已经产生关系 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开始 然后荣格 从他那边 再继续说 好 那 那潜意识的东西 是要干嘛 那荣格就说 这个是在表明 怎么 从现在 然后再走到未来 然后 阿德勒就更具体的 提出几个例子 就是说 如果你有什么样的梦 就是表示 你有什么样的情况 我觉得这还蛮好 就像我昨天晚上的梦 就表示 我真的还在烦 我真的还没有方案 做期末考 所以我才会一直做梦 所以我觉得 就是说 用比较 就是用比较一些 包容的观点去看 他们对梦的解析 梦的全新 会让你生活 比较有意思 也是一种调剂 就是说 也许今天的梦 你可以从他们其中的某个人 说话去找到你的论点 然后你就说 哦 原来是这样 然后就好了 不要一头栽到梦里 你一直还有 不要甚至梦里 还骂别人 你怎么在梦里面对我这样 他根本跟你一关的事 他又不是在你的梦里面的那个人 所以我觉得 就是说 用比较客观跟 就是用比较 客观跟有趣味的方式 去看待你的梦 就是善待你的梦 然后如果梦太恐怖了 梦太恐怖也不要把自己嚇壞 那也许就是说 你正在害怕一些事情 那就去思考 说是什么事情 你还没有解决 所以我觉得这样是 就是说 看待他 不要想说他是算命先 好像你的梦这样 然后你就被吓跑 然后有时候我们人间 比如说梦是怎样 他说是托梦这样的说 我觉得可能 也是因为你太想念这个人 所以他就出现了 所以也就谢谢他来到我们梦里面 但是也不要太多的害怕 其实他很多说 是我们里面的潜意性 若从他们的关系 OK 谢谢 谢谢方美接受我们call in 谢谢你 OK 谢谢在分美的YouTube里面跟大家介入 对 我们用了一些你YouTube上面的影片 然后现在方美又透过Message 然后跟我们再一次印证连结 OK 好 那我们谢谢你 OK 拜拜 这个影片是正直若方美是真的存在的 哈哈哈哈 而且方美有授权 让他在我的影片里面出现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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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拜拜